76年次的江学文 四年前高票当选玉里镇 中成里里长 四年之后他要再拼连任 竞选总部成立这天他还表示说 希望更多年轻人站出来参政 可以靠着年轻为家乡服务 更肯托里面给年轻人机会 让玉里各个社区可以越来越好 年仅76年次的江学文 四年前高票当选玉里镇 中成里长 四年后再站出来拼连任 竞选总部成立这天他表示 希望更多年轻人站出来参政 可以靠着年轻为家乡服务 更肯托里面给年轻人机会 让玉里各个社区越来越好 我们只要打给我们 我们一定第一时间到 这是影片的一个贴纸 我会贴在每户的门口 那这样未来大家想要找我的时候 随时都有我的电话 只要把门打开 就看到我的电话 就可以打给我 那其实我们年轻人出来 就是想要服务整个地方 那让我们这种的政内 变得更好 江学文说 希望能够为故乡贡献自己所学 自己本身是玉里地区 最年轻的里长参选人 很希望透过自己的号召 让玉里的年轻人都站出来 让玉里镇更加的进步 记者高双双 玉里镇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